第718集 没有人不震动 六千年前就在东荒南逢抗守的不是存在 如今寿源未尽又延长了 让每一个人都震撼 以目前这种状况来说 天玄圣地根本不算灭了 只要老疯子在世一日 随时可以他的盖世修为重建 叶凡的敌人们纷纷不已 绝代神王注定陨落 原本以为斩杀他的机会到了 不曾想一位圣人横空出世 如今纵然是诸圣地也不敢动他 老疯子当时无敌 若是发狂 绝对可以将一个圣地给拆了 因为这已经不是过去 远古圣人几乎不可诞生了 他是活着的古经与圣人 谁可应封呢 叶凡他们离去了 准备前往圣衙 并没有光顾诸圣地的念头 他也只是借助老疯子之威 让自己能活下去而已 不想挑事 可是 这一日 东荒却大震动 诸圣主纷纷来朝拜 先后赶来觐见老疯子 诸圣地很不安 如今老疯子神志明显 不是很混乱了 且如此的沉默寡言 一定意义起了过去的所有事情 西年 竹圣地可是搬空了天玄呢 这位圣人明了一切后 会怎么样呢 他若是心中震怒 杀向各大圣地 必然是血流成河的大火 没有一家可以平静下来 叶凡一行人进入望空城时 整条大街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退避 只留下诸圣主 恭迎老疯子 每一个人的神色 都无比的虔诚 全都小心翼翼 行大礼参拜 没有一个人敢怠慢 江家圣主 丰族圣主 鸡家圣主 遥光圣主 子府圣主 万出圣主 遥迟女圣主 在这一日 东荒巨阵 像是海啸击沉了大地 天下瞩目 所有人都在谈论 一位有名有姓的圣人出使 寿圆再次延长 连中州的人都知道了 一片沸腾 阴阳教上下一片沉默 彻底失音了 再也不敢派出一人前往东荒 甚至他们已经做好了 在中州迎斩圣人的准备 鸡家圣主深判 鸡浩岳与鸡子岳相随 都获得机会来朝拜当事圣人 因为这两人是他们未来的希望 神王体在南狱时 曾与阴阳圣子大战 世人皆知 将阴阳圣子打得大口吐血而收手 如今听闻叶凡手斩了对方 鸡浩岳仔细观察了叶凡一番 鸡家小月亮脸颊上酒窝呈现 小虎牙亮晶晶 他得惜叶凡自展修为 可以活下来后如实重负 很想挤过来 但是却被神王体制止了 嘟着嘴小声咕噜 江家圣主深判 江亦妃随行 他白衣圣雪 风神如玉 非常儒雅 想不被人注意都不能 他给叶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童话云飞 妖光圣子一样 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神韵 到了现在 叶凡已经确定 江亦妃 绝非江家那个神秘的神王体 可是他却觉得 此人恐怕深不可测 不是神王体 却绝不弱于江家年轻的神王 在封足圣主的深判 凤凰相随 看向叶凡时神色有些复杂 将一个圣人都请了出来 且以半肺之体 斩掉阴阳圣子 让他深受震动 圣体的潜力 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多 此外 腰池圣女 道医圣女 子府圣女等 也都随掌教圣主而来 朝见老疯子 这些圣主什么意思啊 怎么将自己门派 最强大的圣子或圣女 都给带来了 李黑水精一不定 参见前辈 我当愿将各自最强传人 送入天玄 主圣人 重拣天玄辉煌 让他再现于世间 卧槽 大手笔呀 他不敢这样做 连大黑狗都被惊住了 望空城 进到了极点 尤其是这条古老的大街 落针可温 所有人都望向这里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 可是老疯子却很沉默 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有些圣主冒出了冷汗 他们将天玄洗劫一空 如今这位圣人 不仅活着出世 且头脑不混乱了 让他们无比的忧虑 有圣主再次开口 我等愿提供一切 让天玄 恢复昔日的鼎盛 其他人不想落后 纷纷复合 皆认真请求 恢复天玄荣耀 再现这一极度繁盛的 圣地光辉 主圣地呢 有强大的抵御 可以抗衡世间的盖世战力 可是一战过后 恐怕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无比虚弱 因为老疯子是当时的圣人 他无恙无伤 春秋鼎盛 寿员还很长久呢 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都可以打 他若是大开杀戒 会将圣地的底蕴耗尽 因为他可以长久的大战 那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后果 逝去的 就让他们逝去吧 老疯子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清风吹来 浓密的黑发飞舞 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堂 露了出来 他相貌很正 鼻指口方 脸如刀削 无比坚毅 只是眸子望不到底 如两口深渊一样 忽然 天空中飘落下来 大片雪白的花瓣 每一片都有巴掌那么大 片片都染着血丝 人世节 许多人都其变色 这是远古杀手神潮 高调杀人的举动 只是在荒谷前才这样做 如今 他们真的要强势付出了吗 必斩圣体 天地间 有这样四个字在隆隆回响 如同天雷在震动 接着 一片半人多高的雪白花瓣飘落 人世间的必杀令 若是接受了最起码 十人以胜的委托 才发出的 神潮必杀令 有人惊呼 道出了其中的异议 那朵洁白的大花瓣上 刻有人世沉浮等画面 代表了人世间 而后面则以鲜血 刻写了两个字 叶凡 这是远古杀手神潮的必杀令 有圣人庇护都敢来斩杀 这可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 叶凡大鹤 想杀我 你们就来吧 忽然 天空中黑了下来 又有无数黑色的花瓣飘落 如墨浴一样 也都染着血丝 什么 地狱也现实了 这是他们的杀手令 远古杀手神潮 地狱也出现了 人们再次惊呼 全都变了颜色 最终 一片巨大的黑色花瓣坠落 上面刻有一个打开枷锁 冲出地狱的神灵 代表了这一远古杀手神潮 此外 上面以鲜血刻有两个字 叶凡 依然是必杀令 远古杀手神潮 地狱也接到了最起码超过十次以上的委托 要求杀死叶凡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竟然有这么多古老的传承 联系到了人世间与地狱 要斩圣体 明知与圣人走在一起 还敢发出必杀令 人世间与地狱的恐怖 让人生寒 人世间与地狱的恐怖